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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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你爱上了这个混蛋 你背叛了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只是不想他死 背叛 苏青雅 你跟这个私生子的关系不一般 不到 我只是把他当哥哥 哥哥 也无道 夺妻之恨 杀凶之仇 今天你必死无疑 凌风 凌风在此 罗风 守死吧 凌风 堂堂兵王 为何助手为远 永远小人的应权 凌无道堂堂君子 何来小人之说 一起去死吧 一枪在手天下我有 看你怎么见 不愧是兵王凌风 枪法如神 多谢夸侠 老板 怎么处置他 王道 我求你了 不要杀他 放他走吧 给我一个放他的理由 我 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 你想的没 既然你忘不了他 那我就成全你 跟他一起滚 有道 你会后悔的 记多不压身 忽然感觉忘记了什么 我这是怎么了 洛峰 你自己走吧 青雅 难道你真的爱上了那个顽固 他不是顽固 他在我这辈子最绝望的时候 救了我 小妙儿 放开 别把这个力气 救命啊 你把你给压给我 喂 几个大男人欺负个弱女子 不嫌丢脸 而你呢 你当时在哪儿 我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青雅 我还会回来的 我会光明正大的把你从他身边抢回去 洛峰 我们回不去了 我当 我 既然你不走 那就跟我来 我当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他 他竟然当着我的面 把他喝了 哦 怎么有点晕 女人心真是海底针哪 可惜 还差三点才能完成任务 睡吧 睡觉醒来就好了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走吧 他果然还是个反派 江城 我还会回来的 到时候我会拿回所有属于我的一切 传来了 你无道 怎么是你 你答应青雅放过我的 放心 他永远不会知道 是我杀了你 卑鄙 瞄准点啊 用九龙真气来驱动三十六匹飞刀 真是完美契合 眼熟吗 有点眼熟 但是想不起来 三十六匹血连飞刀之 你怎么会三十六匹血连飞刀了 刚学的 骗鬼呢 这事也太厉害了吧 就这 系统也太敷衍了吧 我记得 被萧尘杀死时 曾路过一个美女 那应该就是系统小姐姐了吧 好像也是时候 开发开发系统的功能了 弟子因无道 虔诚敬拜 请系统大人显灵将凡 为无道开盟 当日承蒙大人相救 大人的盛世容颜 令无道魂牵梦绕 还请将尊显灵 满足无道的卑劣心思 本来想等你解索王绝石在现身 看你这么虔诚 那就破一回力吧 哇 果然正点啊 嗯 够素 不会是大反派 我很满意 系统大人 小人有一事相求 还请将大反派系统的隐藏功能开放 小人不胜感激 你未免想得太美了吧 你只有不断完成任务 才能开启新功能 这就是你的藏身之所吧 想干什么 这盒子连核辐射都穿不透 你这样的灵体 应该更不行吧 你无道理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特制黑幕 光在其中无法传播 你的灵体 应该与光的性质相近吧 怎么回事 我怎么不能穿墙了 三山五岳 剑法横行 别挣扎了 我在地下跟头顶 专门为你做了钢水浇筑 还是乖乖就饭 开放所有功能吧 贝比 你竟敢陷渎伟大的系统 我要让你付出惨痛代价 隐身术吗 这个系统有点东西啊 你这个混蛋去死吧 果然 只要宿主没有任务失败 系统就无法攻击宿主 真的以为隐身就没事了吗 让你读书里却去放牛 让你见识见识科学的力量 温度达到绝对零度的时候 世界万物都会被冻住 而你 超低温就足够让你现身了 诶 我在放手啊 抱歉啊 刚才你隐身 我没看清啊 苏改小姐 原来你也只是个系统管理员 既然都是打工人 又何必如此为难我呢 说说吧 这个神级大反派系统 到底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 我信无道 其实你是咒王地心转世 我是苏达吉 特来辅佐你重当人化之位 说人话 神级大反派系统 是所有反派死后的怨气 汇集而成的 我的目的 就是把你打造成神级大反派 抹杀所有天骄 梨花带雨的小模样也太勾人了 你想干嘛 我答应你 我现在就帮你解锁隐藏功能 别的都好理解 这个声望值是怎么回事 声望值可以在商城兑换商品 让人崇拜你 让人畏惧你 都可以收集声望值 哦 就是收集粉丝值与恐惧值呗 让我看看商城有什么好东西 不错不错 全都是好东西 尤其这个真人傀儡 简直就是保命神器啊 苏小姐 刚才队友得罪了 以后 还希望我们能够亲密无间 精诚合作 滑蛋 如果 这能让苏小姐心情好点的话 请继续 当徒子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女人 喂 胡桃哥哥 我 我把胡桶摔碎了 他能让我赔 怎么办啊 撒碎了就赔钱呗 等等 你是雨柔 你不要害怕 告诉我你现在在哪 我很快就到 你个小贱人 你手脚废掉了吗 你知道这个名城画 斗菜金刚杯 是多少钱吗 没得起吗 我 我没有碰到金刚杯 是你松手才掉的 还敢顶嘴 你臭死 住手 你真是好大的狗胆 你是谁 也敢管芸汐战的事情 王八蛋 我吹死你 不急 我会好好地料理他 雨柔 告诉我怎么回事 前段时间 有个人到店里 典当了一个 名城画斗菜金刚杯 李掌柜今天拿出来 盘货的时候 递给我寻习 雨柔啊 你不是想学习宠画词吗 来 好好观摩 李掌柜 不能单手 小心哪 雨柔啊 你的手也太白嫩了 用得什么护肤品呢 鸡钢杯 就这么碎了 小贱人 是你砸了鸡钢杯 这个锅你不想杯也得杯 好大的威风啊 你现在有多嚣张 等会儿就有多狼狈 哇 被欺负的那个女孩 找来了两个帅哥 场面激临失控 腰打起来了 看来是被现场直播了 也好 正好用来积攒生物 不是有摄像头吗 到底谁摔坏的 一查便知 抱歉 很不巧 摄像头坏了 你 过来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要问我 告诉我真相 这些就都是你的了 小张啊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别说 也因为一点小钱 乱了分寸 再不说 我就给其他人了 老板 为什么不直接动手 这不是你的风格 招什么急 等会儿有你出手的机会 我 我说 是李冰自己摔碎了碗 然后嫁货给林语柔的 这 这下可怎么办 这可是价值几个义的 名城化豆菜鸡刚杯啊 有了 嫁货给那个新来的小妮子 林峰 你不是按耐不住了吗 给我放开了 咋 去 你们疯了 你们知道这是别的生意吗 贱人 快让他住手 否则我整死你 我忍你很久很久了 就是这只手 小摸我的雨柔 打了我的雨柔对吗 那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他的雨柔 我当刚刚好霸道 好帅啊 直播竟然能获得这么多声望值 两万在线观看 三万 四万 我的天哪 我这十八线小主 我火了呀 好像 好像真的不是剧本 那个人的手指真的断掉了 我要不要报警啊 你们完蛋了 这可是白家的产业 得罪了白家 你们通通都要被沉浆 沉一个人让我看看呢 我的腿疼死我了 你们会后悔的 是什么人敢来我的芸汐斋闹事 不想在江城换了 大小姐 五道哥哥 你快走吧 白董事长势力庞大 我不想连累你 大芸汐 你这老爷子还没死呢 你就当董事长了 因无道 你这个渣男竟然还没死 没天理啊 雲姨 我可想死你了 少来 你鹰大少这张嘴 骗骗小女孩还行 可骗不了我 什么情况 鹰大少 难道她是 完了 我完蛋了 原来他们认识 而且关系 好像还不一般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就是如此 视频为正 我的人吃了亏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嗯 知道了 小张 你可以拿着钱走了 卖主求龙的事情 做一次就够了 回老家做点小生意去吧 是 对不起 我 千万别说对不起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李斌 你这身剑宝技术 是世家传承 我本有意培养你 做我白家的大掌柜 可是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了 大小姐 对不起 你麻烦 竟敢在我芸汐斩搞鬼 晚你都拿不住 要这双手干嘛 剁了 不要 胡道 这不交代可以吗 雨柔 你满意了吗 满 满意 发了发了 怎么忽然增加了这么多声望值 难道系统出半个了吗 你对直播长法 一无所知啊 声望值忽然不加了 是直播结束了吗 够不超过 又帮我直播间 我跟你没完 这机缸杯不便宜吧 十几年前这机缸杯就拍卖出了2.8亿的天价 按照合同我得十倍赔人家 或许 我可以帮你 当真 若你真的帮我这个忙 芸汐家这家铺子便送给你 送 这么大堵古董店 我尽力一室 老板 我们刚刚砸了他们的店 跟他们挤了梁子 你为什么又要帮他们 芸汐之始至终 可曾怪过我们砸店 他把礼宾的手砍了 给雨柔做交代 给足了我们面子 据如此 我们又岂能得理不饶人呢 面子 只要互相给了 大家都能兜得住 哦 这就是上流社会的潜规则吗 果然是骗空出现 根据实用说明 只要把破裂的东西对齐 再用药水就能成功复原 无道 你在考什么鬼啊 你不会想用浇水沾河吧 你当别人是傻子吗 是有些敷衍好 可以了 竟然恢复了 与之间完全一模一样 那些缝隙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啊 武道 你也太神了吧 白老板 我来取我的典堂品了 说草草草草草草道 来了 白老板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 店里怎么被砸得稀巴烂 谢秦老板关心 出了点误会 已经解决了 不不不不 白老板误会了 我可没有关心你的意思 我只是在关心 我典堂在柜店的 鸡缸杯是否完好 可别也像这些瓷器 全碎了 这 这不是红盾特勤的特工队长吗 他不抓间谍 怎么跑来这里 他怎么在这里 可别给我暴露了伤本 还请秦老板放心 我这里所有的古董都碎了 您这件也不能碎 什么情况 这确实是我的东西 可为什么会完好无损 这不科学呀 你不是在晚上 都过手脚了吗 会不会这是假的 不是假的也变成假的了 不过我得再次提醒你 这是悲 不是玩 跟我玩偷梁换柱 这不是班门弄斧吗 成化自经过五百年的岁月洗礼 斗采燕而不浓 内敛雅致 非毙上余物遮盖 随处可见小气泡 而这个燕品色泽浓俗 气泡全无 完全就是件现代工艺品 我明明看着无道亲手修复的 怎么会变成假的呢 这个人的健保技术已真化强 简直太强了 这修复要是用来过猛了 我孤独小次都给捕漏了 哎呀白老板 你玩这一出可太不讲究了 按照规矩 你得赔我十倍的价格 但我擎天向来不会为难女人 这样吧 你把这家电盘给我 咱们这事就了了 只是要云西山这么简单 给阴无道也是给 给擎天也是给 不如顺水推舟 了去了自身 内疚啊 这机缸碑确实是假的 既然你们承认造假 那何须多言 立刻把云西斋给我 我说这机缸碑是假的 可没说是我们造假 这是何意 因为造假的是你 别让我救来 小心我告你诽谤 普天之下 名称华斗彩机缸碑共有十九斩 其中仅有四斩为四人收藏 对也不对 不错 而这四斩中 其中三斩为名家收藏 只有一斩下落不平 而我这斩 便是流落在外的那种 凌峰 许我别墅后花园 把猫舍里那个喂猫的碗拿来 是 喂猫 你再侮辱我吗 前一后果我都说完了 现在就等那个喂猫的碗来了 这次没有这类场面 应该不会再被封号 好像回来了 取来了 这碗是我从我家老爷子那里顺来的 看着不错就喂猫了 大家别嫌埋态 果然又面有云雾笼罩 颜色内敛 我来看看 此金铜 竟然 竟然是真的 今天我算是灾了 这点那笔 我就收回了 按照规矩 你这赝品应该销我 好 行 告辞 混蛋 换我正经事 正事 什么正事 这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玄机啊 一个外申宅 竟敢算计到我白家头上 来人 给我追 把这个晴天四肢打断 陈江 月姨 谢不可鲁莽 这个晴天的底子我虽然不清楚 可他身边那个女的身份特殊 绝不可招着 连你都觉得棘手的人 连你都觉得棘手的人 必然不简单 今天倒是我鲁莽了 无道 今日的人情我领了 日后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开口 这是转让合同 你签了吧 宁谦虚了 宇柔 我借花献佛 这家古董店就送给你了 太贵重了 不可以 你是古董专业 这家树叶有专攻 那么成 你跟我还见外 没 我没 无道哥哥 我会好好为你经营古董店的 好感肚子加了这么点 看来林宇柔并不败金啊 不过这声望值怎么忽然又猛加了 直播 真是收割声望值的好路子 发财了 哇 以后我就是这里的掌柜了吗 我有种做梦的感觉 太不真实了 宇柔 恭喜你啊 不要踩我的瓷器 臭林风 刚才谁让你下手那么黑的 竟然咱换这么多古董 里面可是有不少真的 喂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 宇柔 冷静点 不要拉我 他打坏了至少上一亿的古董 我要打回来 没关系的 你看这个 哇 这三瓶药水给你修复那些真古董 猫盆也留给你打广告 你看怎么样 修复药水 太好了 不过我要强调 它真的不是猫盆 它是明城画斗采集钢杯 完全可以当镇店之宝 晴天放着几十亿的 没偿不要 而丹丹只要这家店铺 就算被我砸了 他都那么稀罕 要说这店铺里面没什么天乐 鬼都不信 那就让我来看看 这里面到底隐藏什么天大的秘密 偶尸岩 开 这就是透视能力吗 找到了 五大哥哥 看 我修复了第一个了 这不叫天球大屏确实很大 是 是吗 那个 抱歉哈 打扰一下可以吗 你好 我是主播徐萧萧 我想跟你谈一下合作下谋 你 你没事吧 你想以后拍我的日常 对 是有长的 打赏我们可以五五分 不 六四分 你六 我四 那 七三分 最低八二分 九一分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总不能让我白干活吧 你觉得 我会差这三瓜俩枣吗 不少的 刚才两场下来 打赏都几十万了 你可以拍我 打赏也都归你 都归我 但我有条件 等我签十年长约 随叫随到 这小妮子可是稳定的声望之来语 得套死了 猫听了都摇头 狗听了也摇头 可我为什么觉得还不错呢 鹰先生 我愿意签约 凌峰 你留下来帮雨柔收拾这里 晚上我再过来 好 五大哥哥 那人家在这里等你吃宵夜哦 白天人多眼杂 晚上再来取宝 哇 好帅的作家呀 上车吧 好扯 大妹大妹 老板 我卖衣 不卖身的 想多了 我只是帮你系安全带而已 好尴尬呀 系统永远也想不到 曾经独属于英雄的声望值 在这个时代 是那么的廉价 我带你去见我的四人顾问团队 他们刚好在江上聚会 姐妹们 老板来了 快来迎接 老板 人家好想你呀 咱家这个月只亏了两千万 月底奖金 可要给人家翻倍啊 对不起老板 亏都亏少没关系了 奖金全都翻倍 老板 一看到没人 你们就跟狼尖了血似的 累死我了 都快喘不过气了 老板 你不能再这样放松他们下去了 没关系 没有亏哪来的转啊 白家子 地主家的傻儿子 还有件事 今天江若雪去公司找你 你不在 他就去你别墅了 江若雪 他终于还是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了 走 带你去我家看看 不上二换车吗 我家有私人码头 我家有私人码头 这就是夫人的生活吗 若雪 找我有事吗 依无道 你赢了 江家家所会议一致通过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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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继续 你不就想看我认输吗 你赢了 很好 继续 哦 他 太劲爆了吧 什么 永久封建 该来的还是要来了吗 我终究摆脱不了被他扰灵的命运 他 他竟然放过我了 从今天起 我名下所有的公司与金融都交给你阿里 包括老陈改造项目与江氏集团 千亿市值的东西交给我 你十八岁就出国学习工商管理 要不是江家那些男人防着你 现在的江家早就有千亿市值了 你是天才女商人 我相信你 这么多年来 他是第一个懂我的人 是第一个明白我处境的人 江家磨灭了我的一切锋马 各方彻主之下 我的商业才花半点失展不开 本来我都快忘了我在商界的报复 我要做第一女总裁 她 重新给了我希望 让我帮你打理资产也可以 但你要依我三个条件 第一 解雇你的私人金融顾问团 第二 许我必因行事 对所有项目有绝对管理权 第三 你个人不能干预我的任何决策 好 不愧是系统认证的商业才女 看看提的这条件 多专业啊 她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她 她为什么对我无条件信任 对我这么好 刚才忍住了果然是对的 如果趁人之危的话 恐怕这辈子也别再想俘获她了 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对了 我顾问团里那个秘书不能开 其他任你随便 好的 最终还是给我在身边安插奸细 我差点以为你对我无条件信任 完蛋了 直播剑又被封了 又长了三十多万身旺剧 什么不错呀 是永久封剑 好不容易拨起来的大号 直下彻底被管小黑屋了 你是在斗驴直播吧 我给你们老板打招呼 你快别吹牛了 人家斗驴大老板 也是山家万百亿的人 听什么听你的 招呼打过了 你等着解封 吹牛大王 嗯 超管 小姐我错了 我那个就给你解封 你的号 直接加入本名单 以后再也没有人 汇封你的号了 小小姐 你不要用这么自打分 怎么不早说呀 大佛 是啊 老板亲自出面 说这一尊大佛 连他都不敢得罪呢 谢谢老板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电话 这里打不到车 你去我车库随便挑一辆吧 以后过来也方便 好的老板 连大老板都忌惮的人 喧喧喧啊喧喧喧 你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大佬 好 老板让我选一辆车 不过 这是人家客气 我不能真的拿人家的豪车 随便一辆十来万的代步车就好了 拉达 凤神 威劳 果然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这辆宝石接918 应该是里面最便宜的吧 你背叛我了吗 你怎么可以随便开别人的车 进别人的家 小小小 我们今天就来做个了断吧 帖子们 整改完了 不过你们可以先去别的直播间逛逛 我要洗澡了 回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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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起完走啦 你怎么进来的 立刻给我出去出去 我都看到了 你从别墅出来 还开着豪车 你上了别人的床对不对 你不爱我了 你背叛了我 你要干什么 我压根就不认识你 老婆 我要你跟我永远在一起 永远 救命啊 着火了 燃烧吧 背叛者 我要跟你同归于尽 别怕 我会让这弄头的人 为我们陪葬 救命啊 生火了 又变他来杀人了 我要出去 老铁们 记得录屏 这可能是我留在世上 最后的画面了 老板 快接我电话呀 依陶 你摸他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退步 坏了 竟然坏了 我觉得 无悔不行了 老铁们 来世再见了 谁 谁来了 看看我们的主播小姐 真可怜 老板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在看你的直播 刚才在路上 所以才挂了你的电话 那个死变态把整栋公寓都点燃了 这下不知道要多少人遭殃 小潇 果然背叛了我 你们都去死 小潇 关闭直播无秒 好 死吧 只有死了 我们才能永远在一起 小潇 你别走 别耍我的 终于得救了 那个被火烧死的 就是死变态 这次都不知道他要害死多少人呢 真是造孽 这倒是行侠仗义的好机会 或许 可以趁机多收割点声望人 小潇 你现在没有问题 有危险 我也该继续救人了 啊 大火已经起来了 里面非常危险 你不要成英雄 不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英雄 有的 只有热血而已 而我 刚好热血沸腾 救命啊 救火了 啊 是老板 他把这么多人救出来了 神使功德无量啊 那个大英雄还没出来 可千万别出事啊 那个救你们的大英雄 怎么没出来 英雄 他被 他算是吗 他去救别人 啊 什么人呢 救了他还这种态度 真是太让人心寒了 就一到我们就把你们拦住了 立刻给我从这里钻出去 谁敢不动我就批了谁 啊 这也太为难人了吧 会烧张的 没什么话 赶紧跳 你怎么不跳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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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救命 哇 这人疯了 为什么不跳 快跳啊 我怕 我怕摔死 一楼能摔死个屁啊 再不跳 我现在就劈死你 什么狗屁英雄 简直就是大犯犯 火场中丧生的人 大多数都是因为犹豫不决 浪费了最佳逃生时机 既然他们下不了决心 那我就帮他们一把 是老板 老板出来了 哦 对了 雨柔 在店里等你 好 我现在就过去找她 凶奥子暂时够用了 现在 该去挖宝藏了 嗯 店里怎么还有人呢 店里是有那个美女店员 要不我进去也把她泡了吧 胡道哥怎么来了 啊 他怎么又来了 我们的计划不会被耽搁吧 烧饼催得很急 你就放心吧 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 那这件东西保证跑不掉 我们再等等 切过操之过急 这有些简陋 也不是什么好吃的 但我一直想请无道哥哥吃饭 挺好 我正好饿了 古董店里涮锅 简直绝了 无道哥哥 你看我这里有什么 是上百年的药酒 从后院仓库讨来的 长窝口超好喝 那 那个是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无道哥哥 你在找什么东西啊 找机关 什么机关 机关枪吗 密道机关 我明明看到这地下有个密室 入口在哪儿 无道哥哥 你长得真帅 真好看 单纯温柔的美少女 竟然酒品这么差 你清醒点 清醒什么呀 听不懂 这么狂野 这小妮子 不会是个女流氓吧 刘哥哥 人家好爱你 好爱好爱你啊 你能这么长见吧 我有点不适应啊 这两人终于走了 我都快睡着了 什么情况 他们以为店里没人了 这是进来偷东西的 秦天 白天的时候我已经观察过了 没有发现机关 你知道怎么去宝 简单 只需我的紫金筒一看便知 找到了 这机关绕了几个拐弯 藏在了天花板上 秦天你好厉害 竟然真的找到了 不错 是前不久被挤走的那批东西 说好的 我只许一样 其他的归你 哟 我也分赃了 你没走 敢来我的店里偷东西 了不起 但很可惜 你遇到的是我 金筒 慢 我做事向来稳定 去死吧 这把匕首不错 但你低估了我 哼 九龙真气 一龙在天 现在的我 就算没有凌风保护 也能击败强敌 星天骄 两个店的天骄 绝不会这么容易搞定 殷先生 这其中有误会 我可以解释 你们若是盗窃 还想杀我 你觉得解释有用吗 对不起 我们来拿这批古董 是有原因的 这些古董 是流落到海外的 国宝籍文物 在归国途中 遭到了劫掠 于是我请来的 擎天来寻宝 他是剑宝传人 能够忘见宝器所在 本来我们想通过计策获取 没想到 被你破坏了 而且 我们怀疑白云西石是 始作俑者 所以潜入境来寻找物证 现在物证找到了 可是店主 却变成了你 既然是误会 我愿意配合你们 完了 雨柔 你怎么 雨柔 是你 我的紫金铜 不仅能透视忘弃 还能发动射魂术 秦天 他已经放下刀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既然已经跟他结了梁子 他又岂会跟我善罢甘休 你卑鄙 这叫稳健 一无大背后的势力 不容小觑 我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你自裁吧 不要 秦天 我要杀了你 薛夫人匕首图有剧毒 你想杀死我 只能等下辈子喽 真的很对不起 老子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站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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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谁能想得到 我的紫金铜 可以重写记忆 哈哈哈哈 玉柔 你一定要救救玉柔 他竟然求我救人 这还是反派吗 可恶 算了 我 我 我 你 你醒了 我 你醒了 我 不要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是不是有什么要警示 刚才白家来人找你 说是露曼带人把白芸汐抓走了 白芸汐送我芸汐斋 很可能就是想把我拉下水 露曼不算什么 但他背后是红盾特勤 如果我贸然插手 势必会惊动老爷子 你去告诉白家的人 就说 等等 凌玉柔只差两点好感度 便可以攻略成功 刚好可以升级紫爵 你真的要放弃吗 那又如何 你看一下升级细泽 拳技能升级 玉柔 我正要去给你报仇 五道哥哥你别去 那个晴天太可怕了 别怕 晴天差点害死你 这个仇我要是不报 枉为难忍 五道哥哥竟然这么在乎我 我好幸福啊 凌玉柔攻略任务完成 奖励一一天焦点 健保天赋 什么欺怨天焦 命定主角 全都是狗屁 小爷要让你们统统下地狱 若是抢劫杀人越祸 这就是主角吗 哼 姓秦的 你有句话说的不错 梁子 已经结效了 陆小姐 你不让我请律师 也不去旧境的办案处 你违规了 闭嘴 你说想买凶杀人 贩卖国宝级文物 等着吃香子吧 完了 一定是家族中的那些人陷害我 我的人脉虽强 但只怕没人敢为了我得罪红盾局 哪里的远关狗 不对 是从我们来的 好大的阵仗 陆小姐 我没死你很失望吗 失望 我为什么会失望 怎么 做了亏心事竟然还装无辜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陆曼的表现不像是装的 看来 擎天对他也下手了 别废话 把人交出来 没想到 你竟然能调动他们 我会如实上报的 我好不容易 动用一次老爷子的力量 今天非要闹个天翻地覆不可 你要的人在这里 五道 我这辈子能被人如此珍视 算是值了 擎天呢 他不是我们红盾的人 任务完成后已经离开了 哎呀 不会是我自作多情了吧 五道 你难道不是为了我而大动干戈的吗 这娘们是真惊啊 抓着话头 就想少领我点人情 想得美 陷害云仪 擎天是主谋 我不仅要救云仪 我还要让她付出代价 啊 吴道 你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 普天之下只有你如此在乎我 我白云西又岂能忘恩负义 从今往后 白云西的人脉便是吴道的人脉 白云西的财富便是吴道的财富 雲仪 你有虽差着备份 但我们年龄相差并不大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上的同一所学校 在学校里我受了欺负 你总是保护我 如今我长大了 轮到我保护你了 吴道 我刚才真的感觉自己走到了绝路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完了 麻了 比武力过猛 他好像真的被打动了 尼吴道 白家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最好别再淌这趟浑水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告诉擎天 洗干净脖子等我 吴道 你保下我 已经很感恩了 剩下的事情 让我自己去处理吧 按照以往经验推断 她应该是擎天的女主角 怎么对我好感度这么高 难道她们是相爱相杀蛋的女主 擎天助白云西崛起 最终收复白家 擎天这死竟然是退一狂魔 果然还是来了 洞察天赋 这可是好东西啊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些觊觎家主之位的人 岂会放过你 我 走吧 我送你回家 在我人生最低谷之时 唯有阴无道不惜动用家族力量 亲力相助 这份人情 我该怎么还 大小姐 足规规定 女眷不能进入议事厅 昨天我还在这里主持会议 今天怎么就不能进了 那我就不清楚了 放开 白云西 你怎么回来了 我能回来 你们很失望吧 白云西 你私犯文物坏了足规 如今我是白家家主 这里已经轮不到你做主了 女子岂能抛头露脸 私犯文物 这可是白家的大忌 老二当家 众人归心 我不与你们这些老古董讲话 我爷爷在哪儿 老爷子昨夜已经被你气死了 我 我不气 那我大哥呢 他绝不会允许你这样对我 二叔说的没错 爷爷已经被你气死了 哥 你为什么帮他们 我明白了 是你背叛了我 哈哈哈哈 你明白的已经太晚了 你们想扳倒我 没那么容易 我白云西平日里对你们不管 你们若是还记得我的恩情 就出手助我一臂之力 白董平日里对我们不错 我们不能看着他受欺负 做人要求意气 我挺白董 鱼龙少爷 束手就擒吧 就凭你们一群杂毛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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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的内力 它真的只是附加顽固吗 来尝尝我的三十六瓶血练飞刀 满天飞鱼 老子的拳头可是不具刀枪的 需需几把飞刀 能奈我何 这狮龙拳不错 我要定了 你 你偷袭 怎么可能 狱龙竟然被击败了 反派点是什么 又有什么用啊 我们反派真惨 永远比天骄矮一头 无道 他为了我 不惜与白家宣战 满天之下 还有哪个男子能比得了他 英无道 你竟敢当众杀害我白家人 你简直目无王法 郭总 人正物正俱赞 拿人吧 你是说 杀了护卫 抢劫了那批归国文物 都是白药宗指使的 不错 文物上面有残留指纹 一查便知 冤枉啊 我没有碰过这些文物 都是白玉龙搞的 不好 说漏嘴了 不对 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打劫文物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那你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白朝恩 此事也不认了 毁谤 我告你毁谤啊 我与父亲父亲父亲子孝 苍天可见 若我有半句虚言 就让父亲把我带走 什么神秘情况 孽章 你下毒是负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狠心的逆子 竟然被吓破了苦胆 白老爷子 你真是被白耀宗谋害的吗 哎 家门不幸啊 你确实是被冤枉的 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道歉 鹰无道 对不起 收队 哼 你等着被投诉吧 从今日起 我不再担任白家家主 家主由白云西接任 所有人不得有异议 是 芸汐 你要与鹰家永世修好 不得忘记今日的恩情 我知道 你们回头 把灵牌相片给老二换上 一切照旧 就当是我这个做爹的 给他最后的体面了 是 是 胡大 我爷爷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过来了 我鹰家有祖传的大环丹 能活死人肉白骨 他竟然为了我 有这么贵重的丹药 虽然很心疼声望值 但能得到两个天交点 跟深龙泉 还是值得的 至于声望值 按理说应该紧喷了呀 终于结束了吗 哇 二百七十多万山望值 没亏还赚了 胡大 我有一宝 你要不要来我房间欣赏欣赏 宝 什么宝 好啊 你随我来 玉岩姨 这好像是你的闺房 不太合适吧 亏你人前那般威风 我还真真当你是条汉子 原来 也不过是个银一样 辣枪袍 啥 你不该招惹我 今天翡翠宫盘 从老龙场来了批 不错的原石 你要不要陪我去看看 如今我有健保天赋 与洞察天赋 正好去小试牛刀 好啊 不过我得带些人 哇 今年来了不少好东西 一号标王是今年最大的看点 国内外的翡翠大亨 几乎全都是冲着他来的 这便是一号标王 晴天的石头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老板 我在门口发现了晴天 但他因为没有请柬 被宝恩拦在门外 多么老套的情节 按照套路发展 应该很快就会有人给他VIP情节 让他在门口装一包 那还不如顺水推舟 让他得意忘形 你去 让管理员送他VIP情节 让他进来 是 走 我们去监控室 公眼看人地 这里面的标王都是我的 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对不起先生 没有请柬不准入内 这是规定 搞屁规定 全都让开 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竟然连秦先生也敢挡 秦先生 这是您的请柬 不是说规定吗 怎么不横啊 几个看门狗一个拦我 秦先生对不起 我们永远不许太山 好久没有打别人脸了 真是舒坦 先把这里所有上乘的 匪醉原石全部长出来 等我五亿迈出标王 再把他们全都买下 同理消耗太大 我得先记下来 二十三号是紫罗兰 二十八号是飘花玻璃中 四十一号是木纳了 把今天所有记下的标识 全都拍下来 不管别人出多少钱 我们都要拿下 估计成本 是 薅羊毛开始了 无道 秦天虽然会点健保技术 可他万一看走眼了呢 我相信他 看走眼 他可是拥有紫金铜的大男主啊 就算我看错 他都不会看错 无道 我们白家的珠宝行 已经很久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了 这次我来攻盘 就是希望能够开出 足够经验的镇天之宝来 如果我要无功而返的话 别说家族的人了 公司那边也无法交代 那简单 你买下它 必除今世之时 这回标王我不出价 让给你了 标价五个亿 恐怕成交价要十个亿左右 如果解不出帝王绿的话 可就血本无归了 信我 好 我排标王 英武道 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我信你 也是信我的眼光 标王正式开拍 起降五亿 五点二亿 五点三亿 五点八亿 这次的标王竞争激烈 恐怕没有八个亿打不住 是啊 听说四大家族的代表 都到场了 自然少不了一番私伤 四大家族 英家纹酷 英武道 江家家主江仁杰 白家继承人白云熙 与鸡家大少鸡无极 狗屁四大家族 老子迟大把他们 全都踩在脚下 今天这标柜江也我了 不决 多不准决了 七个亿 江仁杰 你的小屁齿 老娘看上的东西 谁都抢不走 英武道竟然没死 薛夫人匕首剑血封侯 她怎么活下来的 这青天还敢出现 我现在就去灭了她 急什么 好戏才刚开始 青天 我们慢慢玩 七亿五千万 我出八个亿 元仪 我家老爷子下了死命令 对不住了 那恐怕这次要让老爷子失望 八亿五千万 那就可凭本事吧 我出九个亿 对就是这样 你们勾咬口满嘴毛 到时候我老子鱼翁得利 芸汐 喊十个亿 十个亿 啊 来之前公司的专家们都计算过了 这块石头最大的价值 也不过是八个亿 我竟然真的听他举了十个亿 我是疯了吗 你们快举啊 还在等什么 我 我 无极哥 我看你在朋友圈对我的那个机缸杯很感兴趣 不如我评价让给你 好 那就多谢吴道了 我也退出 恭喜白老板 以十个亿拍下本场飙王 恭喜白老板 贺喜白老板 接下来就是解识了 这才是赌石最关键的环节 正所谓一刀球 一刀腹 一刀穿麻布 如果一刀切断了色带 这块石头的价格就要砍一半 但如果三刀切不出率 那这块石头基本上也算是废了 选择从哪个位置下刀也是个技术活 我光这个就跟爷爷学了八年多 看来他的洞悉天赋就是这么来的 就从这里下刀 竖子切 是 哎呀 白了 全白了 全白了 一刀没关系 还有机会 接着给我切 只要没出颜色 那就不值钱 除了白色 最害怕出的是鸡份石 那样表示这块石头 压根没有运化完成 出翡翠的概率 就会大大降低 完了 这妖王怎么能是鸡份石呀 这妖王怎么是啊 这完了 是鸡份石呀 我 完了 丁无头 我真是信了你的邪 切 我就不信没有欲 给我继续切 不能切了 白小姐 如果再切 却不出翡翠的话 妖王就一文不值了 那 那我该怎么办 白小姐 我出两个亿 买你剩下的石头 这石头半点没有猪翡翠的迹象 看样子我是灾了 现在别无他法 我有及时止损 好吧 等等 青天 你这标王十个亿出手 又两个亿回购 什么都没损失 就净赚八个亿 真是打得如意算盘 但可惜 你今天遇上了我 说实话 我也觉得现在两个亿卖出去挺好的 最起码能少赔点钱 但咱老板可不是一般人 我还是很期待后续发展的 谁规定卖出的翡翠不能回满了 她卖我买 她情我愿 与你隔肝 肝心大了 白芸汐是我的女人 她的东西便是我的东西 我不卖给你 你又能怎样 好奇怪 我怎么有种戴绿帽的羞耻感呀 我出五个亿回购 怎么样 我已经让你们把损失降到最低了 我卖 不卖 疼 鹰无道你是想故意坑我呢 非要我赔光你才开心吗 五个亿算什么 我出十个亿 你出十个亿 你赏了吧 十个亿跟你相比 如萤火至于昊月 我也不足道 看你伤心 痛彻我心 我已经仔细看过了 出翡翠的几率很低 出帝王率的几率几乎没有 不 一定有 你为什么这么笃定 因为她 今天愿意花五个亿回购 这就绝不可能是一块废水 就算这里面有翡翠 你又该怎么解释 这就要谢谢你了 我 就从左边这条石纹牵下去 他躲个屁 装模作样 等会儿丢人丢到姥姥家 有点意思 武道最近做的事情 真是让人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怎么会跟我看到的一样 这个位置 就算是我的紫金铜 都是冥想在看清 阴武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过去 竟然真的出去了 哇 武道 你发财了呀 这么一大块 没有裂缝的帝王率 百年不遇啊 武道的运气可真不错 哇 这不是帝王率 这是比帝王率 还要稀有千倍万倍 是所罕见的 齐罗玉 长文齐罗玉做成的宫灯 夜晚可以硬率整座宫殿 这么完美的齐罗玉 若雕刻成宫灯 必为西式之宝 点脚料也可以做成耳片 担面与吊坠 皆是金氏之作 莫非要给这个无价之宝 安个价格 那 那百亿也不过是起步而已 我只知道游率 可也没想到是齐罗玉啊 你早知道我打死也不会卖它 可恶 这种活在别人阴影下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 无道 你可不可以把用剩下的废料送给人家吗 人家一定会好好感激你的 芸汐 整块起罗玉都送给你了 送给我 全部 无道泡妞这么不计成本吗 因无道这败家天赋真是越来越强了 不错 我因无道爱美人不爱江山 只要美人开心 烽火系诸侯 我也愿意 这是在公开宣布 鹰白两家结盟了吗 好羡慕啊 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痛 你明白芸汐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却感觉像是在承受夺妻之恨 好扯淡啊 无道哥哥 你拍中的那些石头全部解除了上等翡翠 渣娜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翻车了吗 无道 不去追你的小女友吗 不要乱说话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老板 要不要我现在去干掉今天 主角永远不会在半路上被干掉 这次就不用你出手了 我亲自料理她 虽然听不懂 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鹰无道的变化真大 不知道她是不是有什么奇迷 哥哥多虑了 世间大多都是凡夫俗子 像你这样大静音加深的人 简直富马领角 雪儿 你说鹰无道与白云熙联手 会不会对我们的计划产生影响 没有拿下标王 老爷子会趁机向你发难 这就是目前最大的影响 看来我们要改变一下计划了 别动 没动 秦天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我没别的意思 不过是想借你们的车躲仇家 把我带出江城 我绝不为难 你是在躲鹰乌道吧 那你可以把刀拿开了 你跟他有仇 没仇 等我讨厌他 二位得罪了 多谢两位的救命之恩 等我全土重来 必会报此大恩 能 天气热 喝口水吧 谢谢叶小姐 秦天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我等你回来报恩了 虽然我长得很帅 也不正义对我如此殷勤 我得小心一点 要不是被洗齿 本少爷才不想为了这个人得罪鹰乌道 哎呀 多么善良的美女啊 就连读心书看到的都是一片空白 说明她心里纯洁如白纸啊 雪儿 这是什么情况 你搞什么鬼啊 这秦天果真如鹰乌道所料 做事稳健 啊 幸亏我提前用了鹰乌道给我准备的特质美童 否则今天这一关还真不好过啊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跟鹰乌道交易了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最好离他远点 喂喂喂 鸡少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夜雪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啊 鹰乌道 合作愉快 嗯 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你答应我的 也必须兑现 夜雪 你到底跟他做了什么交易 快说呀 急死我了 见不得人的交易 啊 这小娘痞 有意思 今天 我会让你在痛苦煎熬中死去 这样 才能消我心头之恨 老板 按照你的要求 一蓝色蘑菇都喂给他了 很好 这些色彩鲜艳的蘑菇 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 具有强烈致幻效果 晴天不是喜欢媚惑别人吗 让他也好好尝尝这种感觉 哼 晴天这个卑鄙小人 连我妹妹都害人 就该这么死 这是哪里啊 头 好疼好晕哪 我是谁啊 怎么这么看着我 你是不爽我吗 还敢学我说话 我弄死你 我的头 裂开了 你们是谁 你们为什么都看着我 你们想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紧头 杀过他们 看来晴天已经被解决掉了 没想到他这么经不起折腾 倒是我高看他了 走 看看去 爸爸 我要吃奶奶 这是绣豆了 老板英明 傻了吗 让我看看是真手 还是装傻 爸爸 我要玩枪枪 我要 我要玩枪枪 快还给我 儿子 从那里飞下去 会飞得很高哦 我要飞 好好玩哦 怎么不飞啊 跳下去 你就可以一飞冲天了 这都被你识破了吗 我真是小瞧你了 这要多谢你的紫金铜 它的毒心术 很好用 虽然不知道你说的紫金铜是什么 但你可以去死了 武道小心 没子弹 林峰 你的忠心得到了验证 从今往后 你不再是我因武道的保镖 而是我的兄弟 当兄弟可以 当工资要照发的 从这个月开始 你领百倍工资 为什么将里没有子弹 我在芸汐寨 吃过你紫金铜的亏 所以在林峰来之前 我就要把他的子弹 偷偷卸掉 当日杀我之仇 今日便百倍奉还 给你吃颗糖豆 什么糖这么难本 你猜啊 武道 我可不好这口 你别太过分啊 感觉好热 感觉突然用使不完的力气 好想放弃 我受不了了 对了 记得把我支付给晴天 那十个亿拿回来 给死人可就浪费了 知道了 武道 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正忙彪王的事情呢 干什么呀 从玉石交易开始 我就料到你忍不住 不枉我登手这么久 两大家族继承人车内优惠 这可是今年最大最劲爆的新闻了 把照片删了 给你十万 把照片删了 原来是阴雾道的小女友啊 想删照片 也可以 阴雾道不稀罕你 要不 让爷好好疼的你 拿来吧你 再有下次 我就活埋了你 顾奶奶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昨晚 你就是在他家过的夜吗 怕就那么好吗 武道的车在家 应该是回来吃午餐了 我倒喜欢宽容大度的女孩 我不能表现出负面情绪来 我要保持优雅 你们 你们在吃饭啊 哦 你回来了 饭凉了 你自己热吧 没事 我吃冷的就行 群潇潇 你到我的腿上坐着喂我 老板 我卖衣不卖身的 你别整这出 你做人就这么薄情寡义吗 你忘了那场火了吗 来 我喂你吃怎么行了吧 我吃不下 对了 你今天搬到客房去 把次卧让给萧萧 这样他离我近点 工作上 我能亲自盯着 客房就很好了 我不要住次卧 青鸭姐 你不要买 你武道 你到底想怎样 我对你全心全意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呦 长脾气了 要造反吗 溜了溜了 给我滚去中心医院 做你医生去 什么时候知错了 再回家 唉 老板 你为什么要故意赶走他呢 你明明不是那样的人 我也不知道 可我就是忍不住生他的气 我知道元燕 因为你爱他 所以你在跟他故意赌气 爱 不可能 苏青鸭不过是我一个契约女友 我怎么可能对他动真感情呢 唉 灭气一时爽 追起火当场嘛 妥妥的霸总人设 啥 青鸭 青鸭 伺候我起床 老板 哇 怎么是你 嫂子已经被你发配到医院半个多月了 青鸭 她肯认错了吗 不肯 她已经成了中心医院的院长 还把医院治理得津津有条 甚至 还跟一名年轻的医生 谈起了恋爱 哈 跟你开玩笑呢 看你那紧张的样 还说不在乎他 不过 他跟他师兄 走得挺近的 再发展下去 可说不准哦 本来我有必要 去一趟医院了 哥 你怎么才来啊 脸麻做手术的专家已经到了 就等你签字呢 好好 我刚才去找不到了 羽柔 好久不见 哼 羽柔 不要这个样子 无道请来了全国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韩正贤 来给咱妈治病 你最好离他远点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伯母怎么样了 情况不容乐观啊 这颗牛子的位置在神经从中间 稍有不慎就会切断神经 就连我也没有太大的恐怖 我已经通知了我师兄杨帆 他的针灸超凡入圣 或许可以依靠中医手段治疗 不管中医还是西医 能治好病的就是好医生 哼 什么狗屁中医 只能全靠热水 病能好都是人体免疫力在作用 所有中医都是骗子 韩医生 我中心医院中西结合 中医的实力不容置疑 想必是韩医生有所误会 哼 如果不是冲着鹰少的面 我才懒得来这种半调子医院 韩医生 三福天 你不喝火象正气水吗 不好 说错话了 鹰少不高兴了 鹰少说得对 是我草率了 中医的确有不少良方精华 只是固步自封 不肯传承 让真振有实力的中医 变得少之又少 非也 非也 中医的传承 首选得次技术 所以中医的没落 不是固步自封的缘故 而是人心的没落 师兄 你说得真好 人心人数 心在数之前 还是医德更重要 师妹 几年不见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哪里哪里 师兄也帅气逼人 哼 管中窥豹 一家之眼 正所谓有教无类 方能大浪淘金 他还是那么有见解 完全受众了我的心声 不 我要继续矜持 你是何人 竟敢口出狂言 放肆 此乃鹰家大少 鹰无道 我妈快不行了 你们快想办法呀 虽然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看在鹰少的面子上 我愿意放手一搏 但你们要先签字 才能做手术 往往这种时候 就是神医主角 高光亮相的时候 而这个杨凡 明显就是神医天骄了 到手术是已经来不及了 就让我给你们开开眼 鬼门十三针 天哪 这竟然是诗传多年的 鬼门十三针 奉剑一记 就这么飞几根针 病人就能好 在神医主角如此 锋芒毕露的时候嘲讽 简直就是深脸过去给人打 哎呦 我这是睡了多久啊 中午饭屋了没 竟然 竟然真的醒过来了 区区小病 何足道也 身伴名裂吗 真是我熟啊 你无道 你要带我妈去哪啊 虽说醒来了 可不知道脑瘤还在不在 我带她去拍个CT确认一下 还是老板考虑得周到 伯母 您在里面慢慢做CT不着急 我等会儿再来找您 辛苦无道了 小改改 买个真人傀儡 真是一模一样啊 一会儿不要呼吸 装好死人 不好了 伯母忽然死囚了 出去的时候好好的 怎么忽然就不行了 这话你不应该问你师兄吗 他可是主治医生啊 我就说他是骗子吧 师兄 你的鬼门十三针 不会失手了吧 区区失觉假死之症 但我略施小技 尽刻便让他还养 不应该啊 怎么会死透了呢 你这个庸医 竟然害死我妈 师妹 你要相信我 这能不是我的问题 是 是他 他是最后接触患者的人 一定是他搞的鬼 住口 我错看了你 也对不起林伯母 发生了这么大的医疗事故 你等着被处分吧 吴道 请你出手相救 吴道哥哥 我以后再也不会耍镜子了 瞧瞧你了 你们起来吧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不过 你可要说话算话啊 嗯 哈哈 就算是小环丹 也不过严寿数载 那大环丹呢 家传大环丹 是我不能让诸位围观 难道还真的有什么大环丹吗 魁蕾可以回收了 魂蕾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没事没事 我也是刚坐好 唉 武道真是个好孩子呀 哎呀 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婿 我就是死了也高兴了 我们回来了 你真的活过来了 滚吧 以后不准再来中兴医院 今日你们对我爱达不理 还是我让你们高攀不起 什么 不好 他会不行了 鬼门十三针 是你救了我吗 给我倒杯水 让学校交给你倒 我们的契约到期了 曾经以后 要照顾好自己 别 祝你早安 午安 晚安 别走 武道 我也离不开你 我怕合约到期 今后我就再也没有 留下来的理由了 我要你一辈子 陪在我身边 有个狗仔 拍到了上次你跟白芸汐的视频 这怎么说 啊 这 这是我故意让狗仔拍到的 为什么 我在龙都 有个指父 未婚的未婚妻 我希望我的绯闻 能让她主动退婚 那这个 直接邮寄给她吧 攻略苏青雅任务完成 奖励二天交点 现代医学天赋 青雅的天交点 怎么多了一点 因为她有隐藏天交点 什么是隐藏天交点 隐藏就是连我都不知道 这些天交都是天道的宠儿 不是人人都能被系统检测出来的 凌峰被我降服 洛峰与秦天已经凉透了 那么唯一的变数 龙王萧尘 萧尘 有人要见你 萧尘 听说你愿意戴罪立功 不错 我可以帮你们除掉海外的麻烦 条件是放我出去 我可以答应你 但你不能报复举报人阴无道 阴无道 大小姐 大小姐 刚才我收到一封来自江城的邮件 是关于您未婚夫的 阴无道 大小姐 这是对上官家的挑衅 你不如趁此机会跟他退婚 退婚 为什么啊 呃 像这种渣男 你不把他踹了 还留着过年吗 住口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我今生注定是阴家的人 夫君为天 我岂能翻天覆地 你下去吧 对了 从明天起 你必须穿古装 三年前那场大病 真的让大小姐脑子坏掉了 阴无道 这一世 你的身体可真棒啊 我已经杀了 我已经杀了你九次 只要这一世 再杀了你 你便永远魂飞魄散了 哈哈哈哈 别看你现在春风得意 若是那些大能出手 你恐怕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连大环丹都救不了吗 魂魄溃散 或者肉身残破严重的 大环丹都救不了 只有掠夺更多的天骄点 你才能拥有 与天骄对抗的实力 天道 才是大敌 你现在 还嫩得很 起床了 戴懒虫 鸡老爷子生了重病 请了全城的名医 我也要过去 就不陪你了 鸡老爷子重病了 嗯 听说生的是怪病 你是兄杨凡也回去吧 嗯 你吃醋了 那我也陪你去 说不准 还能帮上你的忙呢 别闹 要迟到了 各位 谁要是能解决 给我家老爷子的怪病 重重有赏 这鸡老爷子的所有身体指标 都在正常范畴啊 按理说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呀 我来试试 哈哈 苏医生出马 肯定是手到擒来啊 金兽 老爷子生的什么病了 我怎么一点疯都没收到 前段时间忽然得了头疼病 碰起来死去活来的 我的头要裂开 别人发作了 住手 病人是邪风入脑 须以银针导出 鸡少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 昨天他把人活生生致死了 我就在现场 什么 什么茂培大夫也敢到我鸡家撒野 给我把他打出去 不识好歹 我自己会走 你最好不要拔掉老爷子额头的银针 否则惊鲜难救 青雅 鹰无道不是什么好人 你最好离他远点 这个就不劳师兄费心了 哈哈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背起是彭薅人 装神弄鬼 什么东西啊 疼死我了 快帮我按住他 立刻出车震惊计 交给我吧 给老子安分点 哼 拙劣伎俩 古代神医常以银针肚穴 暂时控制疼痛 一旦拔掉银针 立即并发 家属看患者痛不欲生 可不就得下跪求救吗 现在怎么办 要把杨帆请回来吗 慢着 杨帆什么时候到的江城 大约有七八天了 你父亲的病患了多久了 冤枉五六天了 难道 正是你们想的那样 此针名为子母追魂针 先以此针伤人 在重者疼痛难忍之际 再以母针阵痛 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明觉厉 知道就有鬼了 是我胡骚的 胡道 到底有没有救我父亲的法子 我当然治不了 但有个人能治 谁 中兴医院院长 苏清雅 我 清雅 你尽管放手制 我会帮你的 好吧 先用布勒芬指指疼吧 接下来 可以了 剩下的交给我了 九龙真气 治症治痒 可去除邪气 真好了 不过老爷子的病因是什么 这里最近发生过时空乱流 磁场紊乱 导致患者被邪气所侵 时空乱流 磁场紊乱 还有这玩意儿 简单来说 就是有人在这附近重生了 重生 看来 又有新活了 清雅 可以拔针了 然后 我的头要裂开了 不疼了 喊了这么多天 喊习惯了 鸡少 杨帆设局算计机甲 你还准备留着过年吗 区区杨帆也敢在我机甲头上撒野 来人 打断杨帆的双手双脚 扔出江城 是 怎么 舍不得了 不是 我没想到 师兄变成了这样唯利是图的小人 为这罪赢脊俩 总有人不顾道的 践踏人伦 这等骗子 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站住 不要走 终于忍不住要来求我了 大少爷有令 要费你手脚 不要啊 住手 谁敢动我红叶的恩人 是青龙集团 红叶 你竟敢跟机甲作断 我当是谁 机甲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你 他可以做主 机大少 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杨凡 不行 找死 我重生了 还是免不掉机甲这场灭门之祸吗 三叶飞花 是先天剑高手 喂喂喂 差不多得了 你是何人 也敢插手我青龙集团的事 在下 因无道 不认识 就是他害得我身败名裂 是又如何 你拥衣之名已是人静皆知 线下不过是条丧家之犬 亲人太甚 尝尝我的鬼门十三针 既然如此 尝尝暗器排行榜第二名 暴雨梨花针 看你怎么见 你觉得我躲不开吗 小 小事了 你是在找我吗 你怎么 谁也没想逗他 小姐姐 看准了看 一寸长 一寸强 一寸短 一寸血 登徒子 身后换刀 好刀法 该我了 果然是先天高手 但还欠点火候 是谁 欠点火候 刚才我就是用这招制服的杨凡 你怎么就没吃到教训呢 我输了 要杀要寡 洗尖遵 有好感度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疯了吧 是你说的 洗听尊便 混蛋 是可啥不可说 以后 见你一次 亲了一次 又开始了 混蛋混蛋 杨凡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今天必须带走他 否则 我们就鱼死网破 请 你会不会 这样靠女人求生 简直就是耻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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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初起便不耐 这便不是红姐姐寻找已久的 太阴真体 到底还是被发现了吗 果然 命运无法改变 红姐 她就是你要找的人 没想到你个傻心就在眼前 我差点就错过了 天煞不醒 下辈子投胎 注意点 不要 你无法 叶小姐未卜先知 因某人佩服 翡翠攻盘那天 叶雪主动提出帮我解决擎天 条件 是我要救鸡家一次 她如何笃定鸡家未来有难 显然又被常理 除非她或者姬无极 就是那个大破时间线重生的人 为什么 难道她也给你听过了 不错的提议 我今天必杀她 你让还是不让 放纵杨凡 我已经让了一步 我阴无道的脸 你还不配才 青龙集团精灵 要求 给我杀 青龙集团都是百战之徒 汉勇无比 我们根本挡不住 你们不会真的要无道 一个打一百个吧 鹰无道 你让开吧 你救了鸡家足够了 我夜雪一人死不足惜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你为什么会为了我 去跟别人拼命 美人凋零 暴铁天雾 而我是西花之人 太能装了 走开你不守的 住手 王 和刘王 公平大刘王 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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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义父 你来得正好 这个混蛋特别嚣张 实力不俗 还请义父助我一臂之力 义父 放肆 义父 我做错什么了 你口中要打杀的混蛋 是我的外孙 外孙 老爷 我想死你了 哎哟 我的小祖宗 小祖宗 汉流亡龙武章 竟然是阴无道外公 哼 你要是知道人家爷爷跟曾祖父是谁的话 还不得吓死你 什么 义父 我做了 你知道规矩 三刀六洞 逐出歌老汇 逐去 领发 老爷 你搞错了 红叶跟我开玩笑呢 你疯了吗 无道 你受伤了 快让老爷看看 一点小伤 不碍事 你当老爷老糊涂了吗 好小子 有阴家男人身上那份血性 我们真的是在开玩笑 东西我们俩还在轻嘴呢 对不对 算是吧 亲嘴 我不信 亲一个我看看 红姐姐 你也不想被三刀六洞吧 我 系统怎么还不出任务 五点天赋 这女的和叶雪 明显都来自龙城叶家 大家族自相残杀的戏吗 还是年轻人会玩啊 这件事 我就不追究了 谢义父 别气了呀 你跟叶雪的事 包在我身上 我保证让你满意 哼 要不是义父 我一定会把你剁了喂狗 辣妹 我喜欢 我们暂时安全了 可你的上一世 有见过这种场景吗 闻所未问 上一世英无道 已经被萧尘诛杀许久 就在未来几日 英无道的母亲龙小兰 在国外视察时 遭遇袭击身亡 龙武章在为女儿 与外孙报仇时 被设计抓住了把柄 为了不连累 而隐淡自尽 可萧尘依旧利用龙武章的黑料 大作文章 英家派系或被查或被杀 偌大的英家 在半年内便轰然倒塌 那 红叶呢 她在龙武章覆灭之后 继承了青龙集团 杨凡在她的帮助下 成了江城新贵 所以你猜测 是红叶出卖了龙武章 不错 只是我还没有想好 要不要告诉英无道 我们现在 已经是一条神圣的蚂蚱 你是说 我英家会被萧尘害得 家破人亡 而红叶 极有可能就是帮凶 是的 而且你母亲 未来几天就会出事 你最好提醒她 不要出国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用六摇四柱 周一八卦推算出来的 如果两位是诚心合作 就告诉我 你们之中 谁是重生回来的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应该不是夜雪吧 你向来聪明绝顶 如果是你重生 不至于让机甲如此被动 是你吧 急无急 不错 我是从十年后重生回来的 今年十月 你外公自禁后 青龙集团被红叶接受 之后红叶血血击甲 也许也被他当场折杀 我与二弟姬奉鸣侥幸逃脱 十年后重返江城 十年间我早已累垮了身子 病倒之后被杨帆动了手脚 在床上活生生疼了七天才咽了气 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重生了 我知道这么说像是天方夜谭 但那十年就像是噩梦一场 刻骨铭心 奖励缩水这么多 是你的爵位太低 如果你现在是伯爵的话 就可以掠夺到完整的大预言术 看来我要加快速度搞点子了 相比金手指 我更在意它的天交点 机无急明明只是个普通天交 为何系统给出了五点 要么它就是有隐藏剧情 要么它就是有大天子庇护 苏小姐不必多虑 日后自见分享 如此说来 这杨帆虽然表面看起来像是个愣头青 可实际上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 你不会是真的相信了吧 信 为什么不信 你猜得没错 这十年内 杨帆以一手鬼门十三针拨弄风云 得了个鬼神医的绰号 更是后宫美女如云 令人艳羡 那苏清雅呢 是她的几一态 在你的葬礼上 苏清雅触官殉情 没有活到杨帆的崛起 什么 吴道 刚才吴妈来电话 问你晚上想吃什么 怎么了 清雅 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有人在呢 明知道旁边有两个单身狗 硬是塞了一嘴狗粮 我不觉得 它只是真情流露而已 雪儿 上辈子我没有保护好你 这辈子我一定 德哥 我们这辈子的危机 还没有结束呢 对对 先应付过眼前的危机再说 自从雪儿跟鹰鹉到极出后 对我就不冷不热的 难不成我会以另一种方式失去雪儿 那我还重生个什么劲啊 我可以抗你们摆平红叶 但机甲要臣服于我 你既无疾意 要宣誓效忠 我跟你都是四大家族的继承人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俯首称臣 既然你认不清楚现实 那我就帮帮你 哼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老大 江甲与白甲早已臣服于我 如果你机甲不听话 不用红叶动手 机甲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这是大势所趋 三大家族一统之后 你机甲还能独善其身吗 不加入就去死 过他之下 岂容他人寒睡 我急无急 愿誓死效忠鹰无道 永不背叛 能查看别人的过去吗 你既然已经效忠了我 那你们机甲的事 便是我的事了 雪儿 红叶的目标是你 在我身边才能保护你 你去我家吧 有我在 红叶不敢放肆 以你女争诸葛的能力 在我身边谋划 必能如虎添翼 夜雪从小在鸡家长大 跟我青梅竹马 怎么可能去拟 同业的事情我管了 鸡家我照了 你就做我的预言家可好啊 我有得选吗 来 大预言家 你先把下一期的彩票号码告诉我 是我哪能记得住啊 你不是最爱赛马吗 赛马你总记得吧 快别说了 我穿越回来的第二天就中猪买马 结果 他们给我买的那匹马下卸药 赛场上直接毙了 太狠狠了 国彩别想了 那是统计学 不如用预言术 投资布局未来的经济重心 看来鹦鹉倒没有告诉他们 我重生的事情 未来几年 医疗与电子都被大资本占据 只剩下新能源的汽车 与电池制造板块 直接说重点 李矿 没有商业天赋 听都听不懂 具体方案你们跟姜若雪地 我只要五成收益 剩下你们随便分 五成 你怎么不去抢啊 我就不就是在抢了 我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我赞成 启人太甚了 哦 不服气吗 要不直接干掉算了 医生 我们也赞成 我表哥一时失探 还请见谅 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雪儿 等会儿给你挑选一个离我近的好房间 谢谢营莎 兄弟 想开点啊 这都能忍下来 也罢 机甲这趟浑水 我汤了便是 表哥 你的城府还是差了许多 只有我离开机甲 机甲的惨剧才不会重新上演 表哥 保重 哎哟 把那个小崽子给我追过来 诺 放开我 小鬼 当着我的面行刺我老板 你看不起我呀 小鬼 谁让你拿弹弓打人的 你欺负我哥哥 还要抢走雪姐姐 我就要打你 小鬼 就算给你机会 你也不中用啊 叶少爷 他只是个孩子 可他是个熊孩子 杀了他 刚才他出现的时候 系统荡机了 我的等级比不上这小鬼 是的 天骄也有等级 系统无法检测与剥夺 比你等级高的人的天骄点 与技能 我看到他身上的王器了 杀了他 快杀了他 桃哥确实有说过 这小鬼十年后会成为强者 叶少爷 我求求你放过他吧 他还是个孩子啊 雪姐姐不要求他 级无极那个废物能有五点天焦点 和夜雪迟迟不开启功率 恐怕都跟这小鬼有关系 这个小鬼正面看绝对是个祸患 可背面看 婆婆的大飞羊啊 给我耗一个爵位了 看吧你吓得 我能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吗 这点度量我还是有的 看来 他并没有传闻得那么坏 我们走吧 为什么不下手 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啊 你 去 放心 我自有计较 你再不升级系统 我就要亲自动手除掉他 好 七日之内 我毕生伯爵 一言为定 离开机甲这么久了 系统恢复没有 归附了 生机还差多少天焦点 还差五点 把机无极干掉刚好 你别再给我增加难度了 且不说会激发机凤鸣多少王器 光是夜雪的天焦点 就别再想要了 他从小与机无极一起长大 情根深重 现在对我的态度都是装出来的 这个不能杀 那个不能杀 那你准备怎么搞 这五点 它不香吗 七天之内你想拿下红叶 你还不如对江若雪与白云熙下手呢 他俩加起来还有六点呢 六点 你记错了吧 白云熙两点 江若雪只有一点 那你自己看 江若雪他老公已经被我送进去了 凭什么会莫名增长 除非 小陈出狱了 凌峰 改道 雪阴缘 收到 应该还来得及 小陈出狱了 你肯听我的 去攻略白云熙跟江若雪了吗 不 只能是红叶 为什么呀 我对你不够好吗 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作对 我当然知道你的好 也并不是跟你作对 好好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原因 阿塞对着空气说话 大白天 见鬼了吗 江若雪天生傲骨 绝难驯服 对付他 只有两个词 慢热 吊战 至于白云熙 外热内冷 别看他现在有九十的好感度 可他对我 一是报恩 二是联盟 想家 只能随缘了 我这个女人 还没你了解女人 不会是我的宝课 我当宿主 阿塞 你终于想起家中老母了 什么话 妈才不老呢 我妈永远年轻漂亮 永远十八岁 哎呀 我儿子说话就是好听了 妈 别这样 我都这么大了 这一世 我一定守护住妈的笑脸 都是被你惯 越来越不像样 跟我到书房来 休什么 你要是敢打骂我儿子 我跟你没完 妈 我怕 别怕 你爸要是敢打你 你就大声喊我 我找你爷爷打你爸 谢谢妈 坐吧 谈谈 您最近又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 是要批评还是警告 给我坐好 血脉压制 我服 这件事你不解释解什么 老爸 你也喜欢看八卦 严肃点 我们确实有点关系 但他说不让我负责 不让你负责 你就不负责了 我以后还怎么见白家长辈 爸 我希望你不要插手我的私生活 我今后身边可能少不了美女 不这样我会死得很惨 你 你在说什么 没有女人就会死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寡怜贤耻 道德败坏的话来 你 给我滚出去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滚 我阴影到底是造了什么念 竟生出了这样不成器的儿子 我愧对列祖列宗啊 他没打你吧 没有 但他好像气得够呛 他气他的 不用管他 我儿子没挨打就行 你快告诉妈 你准备挑哪个做老婆呀 清雅这孩子挺好 但我也公顺 我挺喜欢的 他旁边那个 好像是鸡甲的 哎哟 长得真水灵 你们的孩子肯定好看 啊 云西呢 年纪是大点 好在能生养 最关键是会管家 嗯 我很中意 哎 这个小姑娘倒是第一次见 蛮乖巧的嘛 哎哟 我到底该选谁做我的儿媳妇呢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啊 好啊 好啊 不 妈 我开玩笑的 妈 咱们说个正事 你明天是不是要去A国出差啊 是啊 我儿长大了 开始关心妈妈的工作了 妈 我替你去 这么隆重 老妈的面子真大 自投罗网 就这货色还想跟我们龙王搬手腕 我阎罗就足够制裁你了 你 你不是被炸死了吗 我不被炸死 怎么能把你引出来呢 雪儿不愧是女诸葛 果然算无一策 过奖 若雪 这就是你老公的下属 遥控炸弹杀人 他手底下都是杀人犯 是前夫 嫂子 你听我解释 我们只是针对鹰无道 不会滥杀无辜 刚才车上的翻译跟司机不是无辜的吗 敢做不敢当 我 闭嘴 区区飞刀 也想取我姓名 咦 躲开了 没炸死你算你命的 但你还是必死无疑 在国外呆傻了吧 没看过燕双鹰吗 本派死于话多 尤其不能摆破 我明白了 萧尘的天焦点 被平均分布在手下三大干将身上了 而天之焦女的点数 与他们的真命天子相匹配 接下来怎么办 要不要让A国加强安保 这个嘛 不如问问我们的夜参谋 以暴君在A国的权柄 加强安保 等于给我们增加敌人 我在这里还有些战友 或者我们可以去他们那边赞避风陶 不必 他们折了阎罗 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不如将弃就弃 这不是萧尘的老巢龙王殿吗 萧尘竟然能让官方 把考察团下榻的酒店定在这里 对方竟然已是压人 我们现在深入护旋 降综也走不成了 一起行事吧 你不是说来A国收购礼矿的吗 为什么萧尘的手下会在这里 你是故意让我难堪 李矿当然要收购 但我们与萧尘的恩怨 也要画上句号 可我不想见到他 也不想做你的妻子 女人 看来你还搞不清楚情况 你是我的人 我要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这次只是小小的惩罚 阴无道 敢动我的女人 你死定了 去 把他们全都带来 我又活寡了阴无道 是 暴君 又见面了 来人呢 别叫了 这里都是我的人 把他们带去见龙王 萧尘 他不是在监狱吗 真是虚蠢 竟然自投罗网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嘲讽我 死到灵头 你还敢嚣张 这里差不多了 什么 你 你的手不是被绑住了吗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交给你了 好 消息 消息 对不住了 要借你一物 等会胡论听到什么 都不许进来 是 龙王 人带来了 这小子真是不堪一击 若雪 消沉 鹰无道现在是江家的老板 你不能杀他 区区一个百亿而已 只要你开口 我能给你十个百亿 而鹰无道 今天必须死 龙王 你让我来枪决他 好 去死吧 宝君 你 大哥 快跑 太神 他不是暴君 不放 老子是兵王林峰 扫跟他废话 你竟然会功夫 追 休想 才是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龙王大人 龙王殿听令 全力诛杀鹰无道 是 他们在龙王的房间 快上去 给我 龙王 那嫂子怎么办 变了心的女人是回不来的 踏入阻拦 上 捅了马蜂窝了 怎么办 穿上这些星星防弹衣 随我杀出去 陆雪姐姐 你怎么会跟萧辰结婚呢 三年前 我与萧辰有过一范之案 那时江家逼我招婿 他为了报答我 就主动做了上门女婿 可 他当当龙王 隐藏身份当了三年废柴坠婿 你 就没有心动 如果不是为了应付家里人 我宁愿一生补嫁 如果是鹰无道要娶你呢 我 你真漂亮 你也是 他们冲进来了 快跟我走 干掉他们 老板神有无敌啊 好帅啊 在这里 小心 你中枪了 怎么没有伤口 特制战衣 刀枪不入 好厉害 老板比以前更强了 难怪能统治四大家族 终于跑出来了 小月串的蛇在里面 没想到我们还能活下来 不行了 我跑不动了 那就歇息吧 他们一时半会追不上来 月雪 你这个杀星 去死吧 小心 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说过要保护你 鹰无道 你又坏我好事 红叶 你可真是执着 竟然追到了A国 我一直猜忌利用你 而你却拿命护着我 你让我情和一看 千夫赢妇还玩神情 都给我去死 红叶小心 阴无道只能由我亲手结果 谁也别想抢在我前头 你毁了我的天焦点 我要帮你碎尸万段 找死 去死吧 去死去死去死 没没子弹了 到我了 你 这都是他咎由自取 老板 他还活着 快快找家医院 目前局势不明 我们暂时还不能去医院 这里比较安全 伤太严重了 多半是活不成了 你是不是想额钱 老子有的事情 只要你把他救活 我给你十个亿 放开我 放开 老板 你冷静点儿 对 冷静 还有机会 他是真的很怜向西域啊 我觉得是重情重义啊 你们都先出去 我有办法救他了 这 老板 你保重自己 你 差点忘了 我先用鬼门十三针 护住他的心脉 再取出子弹 一定能救下他 没想到 你这个顽固子弟 竟然会手术 别说话 我怕你血管撑不住爆开 这里没有血浆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迟早 也会被夜雪那个 天上孤星给咳死 有什么深仇大恨 醒完之后再说吧 相 相死之人 你都下得去手 你不嫌我现在这样子埋态吗 不嫌 你中的现弹枪 几十处铁杀 我不得一一找出来吗 好了 全都取出来了 不好 失血性休克 要尽快补血 我没死吗 谁给我输的血 是他的血 武道 到床上睡吧 不错 果然没白复处 伊武道 你想干什么 我想做的事 你应该很清楚才对啊 你别过来啊 再过来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不客气 这样吗 不好 道祖落泪 必有妖孽 奇怪 此妖孽不过刚刚发迹 怎么会有如此冲天邪气啊 不得了 不得了 老道我竟压不住这妖孽的邪气 托儿 你身怀大机缘 有天道庇佑 如今便是你下山降妖伏魔的时机了 但切记 不可贪恋红尘 不可犯戒 要替天行道 铲除妖孽 师父 托儿记住了 托儿你要切记 眉色如狼似虎 瓦解人的意志 别说是碰 就是想都不能想 师父说得对 托儿一定计 眉色是最大的邪念 美色最近正在闭关对抗邪念 需要这种强有力的外部干扰条件 才能锤炼出强大的道心 你还年轻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徒儿啊 你命中有摩羯缠身 若能顺利渡过 成仙指日可待 这红尘的伤势好了 从他脑子是不是坏了 从我进门到现在 他就一直在下 什么是那么好笑 不用管他 他以后都不会再对夜雪动手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尽快把李矿收购的事情谈下来 李矿的事情倒是有个突破口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决断 是龙王殿的遗产吧 唉 我也没想到 我成了龙王殿几千亿资产的 唯一继承人 哇 若雪姐 你直接成环下女首富了 可是这跟李矿有什么关系 龙王殿持有A国李矿联盟的一半部分 占全球三分之一还多 那你还犹豫什么 直接继承龙王殿不就行了吗 我站在你的阵影 昨天还亲眼看着他死 你让我拿什么脸继承 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龙王殿资产不少 可你有命继承 也未必有命花 龙王殿行走于黑白灰 背后势力错综复杂 这样的组织 消沉一死 谁能震得出场子 那些被掌握着许多秘密的大人物 会轻易放过你吗 不错 老板说的在理 还好没有接收 不然估计我明天就会横尸街头 那 那我该怎么办 上缴国家 这是国内最大的三座礼矿 只给你的回报 三座礼矿 非常感谢你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国家不会忘记你的 这是几千亿买了个护身符吗 鹰武道 谢谢你为这件事牵线搭桥 你不会是老领导的孙子呀 以前我对你都有偏见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以后对我好点就行 好 我们国内见 你为什么不把萧尘的事情告诉他 他的师职差点害死你 急什么 山人自有妙计 陆曼与几个男主都有纠缠 他的身手不可能没有添交点 而且绝不会少 我就惯着他 让他一直欠枕 最后喊他拿什么还 哼 女人 金兽 这三座礼矿是属于你的 属于我 不 钱对我来说只是一行数字而已 我不爱钱 我来国外收购礼矿 只是觉得赚鬼佬的钱比较爽而已 我想要的是爽 不是钱 爽 他只是想爽 既然他不爱钱 为什么还要在我身边安插秘密 我看不透他 他就是李矿联盟的主要股东 奥尼 他每周都会来这片沙滩上打野圈 真是弱爆了 谁继续跟我打 打赢我 赏一千万 打平也算你们赢 钱太少了 没兴趣 如果我把赏金加到上亿 你敢来挑战吗 当然 不敢了 看我的保镖可以把你打得满地爪牙 一个夜 我要打到你们跪地求饶 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功夫 好强的力道 这奥尼号称A国人形代数 纯力量上 凌风只怕没办法跟他硬当 看 小米的飓风拳 没人能撑得住一波飓风拳 那个剩下的黄猴子 要被KO了 扛 扛住了 他咋中了奥尼 天哪 幸亏上次无道给我吃了龙鸡虎猛丸 你 说好的 打平了就拿钱 你不会想赖账吧 先扣屎盆子 就这 还好意思摆立台 我还当是拳王呢 钱我有的是 没打过瘾 我要记事 你 我要跟你打 我 我不会打架呀 头剑随便你看 现在我只想揍你 如果我能打得过你 你就把李矿联盟的股权全部都卖给我 好 我答应你 就等你这句话了 生龙拳 生龙拳 你 你好卑鄙 你竟然装柔弱 我不装 你就能打得过我吗 要不是我手下留情 这一拳就能要了你的命 我 多谢 果菜联盟的股份并不多 真正难搞的是公爵小姐 她可不喜欢打拳 这是一颗疗伤的药丸 你可以试试 天哪 这就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吗 太神奇了 带我去见公爵小姐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放心吧 我跟公爵小姐的关系很好 肯定能说服她 你确定 奥尼 这些人杀了我最爱的萧陈 我要让他们陪葬 好美 凌峰这是动心了 伊林 你不要冲动 我不管 你这个混蛋 我现在就要杀了 紫金桶 开 好业 感觉脑海中多了什么东西 我是你爸爸 养你这么大你还不听话 爸爸 爸爸 你为什么要杀死萧陈 遇到个为爱痴狂的不孝女 你喜欢的是凌峰 你们曾经有最浪漫的邂逅 围着篝火起舞 骑着羊去看日出 哎呦 眼睛好疼 只用过度了 凌峰 我的至爱 我的白羊王子 武道 你做个人吧 兄弟 委屈你了 委屈 倒也谈不上 暂时的 紫金桶 终究是外界因素 伊林的内心 能不能真正被你俘获 还是要靠你自己 就好了 凌峰 你就留在这享受几天 顺便 帮若雪 接手李矿联盟 臭小子 保重啊 你也是 太牛了 你是我见过 最强大的催眠师 差点忘了催眠你了 公爵小姐 与凌峰一见钟情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发生啊 凌峰怎么没来 凌峰被富婆包养 就过好日子了 没个正行 江城 我回来了 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 空老老的 明明摆脱红月的追杀 应该开心才对啊 可不是为何 竟有些失落 红姐姐 红姐姐 这儿 吴道 你不要误会 我 我理解 去吧 杨凡 你不要这样 我怕吴道误会 什么 红月 走了 人家想吃家乡菜了 我吩咐厨娘去做 怎么会变成这样 现在倒是个好机会 吴道 可不可以不要伤害杨凡的性命 他毕竟救过我 既然你开了口 我当然没问题 不过嘛 你准备怎么谢我 回 回去再说 杨凡兄弟 天下何处无芳草 给我开十瓶黑桃 看 我要跟杨兄弟 一醉方休 帅哥 多喝点哦 别人走 接着 我 大王 身份证 你们在干什么 学 学英语 别狡辩 跟我们走一趟 这人不是神医杨凡吗 他算什么神医啊 听说他还致死了人 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 我观兄台硬堂发黑 最近莫不是遇上了什么大劫 被抓 算不算大劫 老子就服了 最近干啥 傻不顺 邪气压尽 正气退避 老兄这是被人算计 你这么能算 有没有算到你今天 也有此一劫呀 我到青龙会所 只是为了斩妖除魔 天焦点 拿了吧你 不好 有邪魔作祟 何妨妖腻 速速退下 你怎么了 略得不到天焦点的原因找到了 姜凡身边有个道士 保住了他的气韵 知道了 道兄 今天多谢你出手相救 客气了 还有多谢马副会长保识我们 小道长好啊 无量天尊 听闻师父道行高深 我最近正遇上了一个麻烦 还请师父相助 马会长日月脚不齐 日缺月盈 早年丧父之下 今日清光泛面 是令尽 是令尊千坟 还是巡师 杨凡兄弟 不会是你 我绝对没有跟道兄 提起任何您的事情 天师啊 我父尸骨无踪 托梦于我说要落叶归根 还请天师助我 小事罢了 明日我开谈作法 不消三个时辰 必能找到令尊大人的 埋骨之地 多谢天师 我查清楚了 是马福宝石他俩的 那个小道士 叫李道野 他们明日要去寻找 马福父亲的葬身之地 刚才就是个小道士 坏了我的行动 能伤到你的人绝非凡人 这应该就是天师主角了 天师主角可不简单 他们能掐会算 还有道法在身 你要不回避回避 不必 我刚刚升到了伯爵 正好跟他过招练练 蜜蜜 走 上我家吃饭去 好呀 我最爱吃 吴妈做的燕窝糖水了 因吴道 果然是你让蜜蜜监视我 刚才就是在 给你汇报我的情况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回来了 蜜蜜来了 最近怎么不常来家里了 是不是工作忙 谢谢嫂子关心 吴道太相信那个姜若雪了 我必须得盯着点 那个女人摔得很 老公都给客死了 就是嘛 还整天自命清高 装得很 这次十大青年评选中 姜若雪又得了第一 你就是 最近那个顶流的女主播吧 不值一提了 我早听清雅姐说 蜜蜜国色天香 果然不假 这是我在A国时拍的视频 你放到短视频平台上 说不准还能涨点粉 好的 我等会儿就去发 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剪视频的 可以吗 好啊 角度不错呀 这能播吗 这应该都是她按照剧本拍的 属于网剧 当然能播了 啊 你不会以为这些都是她请人拍的吧 要不然呢 拜托 现在可是把这社会 这段不错 配点劲爆的音乐 唉 她要是知道 一五到小时候经历了什么 就不会认为这些是假的了 不过 她现在都变得这么厉害了吗 真帅啊 啊 没想到老板有这么多死忠犯 杨犯我吃定了 天室都留不住的 我说的 日有人气 三支波 霹雳雷行 带我来 为我正义全终其 不祥邪魔 斗银河 借至亲惊险 便可上天入地 无往不利 积极如律令 跟上去 便能找到你父亲的埋骨之地 想不到这人还真有道数 不好了 扶植沉底了 莫齐 下水打捞 定在此处 找到了 不愧是天师啊 日后天师但有差遣 马某绝不推辞 好说好说 这次你怕是遇上对手了 快藏好了 他天客你 邪气 为何我感到浓浓的邪气 莫不是有邪魔在附近 他就是鹦鹉道 整天欺男霸女 的确算是江城的邪魔 哦 除魔未到 乃我辈本职 且让我开天眼一关 正气凛人 龙气浩荡 八步天龙下凡 开什么玩笑 我的天眼不会看错的 鹦鹉道不是邪魔 哦 好险 还好我的九龙真气 随着伯爵升级到第三重 这是我爹 我爹马富贵是人 不是桶啊 你们这群饭桶 绝对是 你瞧 爹啊 你死得好惨啊 陈江树十载 这是个大案子 红盾特勤办案 现在人等回避 什么 你们俩帮忙查 是 我是发现尸体的人 又受到马会长的委托 所以 好 我可以批准你参与 鹰无道 你也要掺和进来吗 作为一个三好公民 我义不容辞 理由不充分 不批准 你 你想干嘛 陆曼 我知道这起案件十分棘手 我想帮帮你 让你轻松点 你 你别这样 你想帮忙也行 不过 不能捣乱 好啊 我正好害怕 你们会拖累我的节奏 我还从来没见过 这么嚣张的人 哎 今天你就见到了 跟我比 你还不够格 看起来 你很缺社会的毒打呀 精气归天 神气归地 此乃子母追魂服 由此服 我便能感应到 犯下此血案 沾染了业障的人 倒数作弊呀 殷少 验尸是我的擅长领域 要不要我来帮帮你 滚开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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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一跳 气运之争关乎生死 我若是不够狠 还不如早点去死 夙缘 这次我们南下炒谷 赚饭了 再来一次 我直接能变成首富 兄弟们 何则生 分则死 不如我们接着合伙干 不分家 好啊 我们兄弟一块打拼 行是行 不过这钱可要保管好 谁也不能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площdown 、 Ark喽